這樣的反應是非常的開心 好 謝謝 鄭先生這好像不是您第一次回來紐約 我印象中我上次訪問過您是 好多年前我 2nd generation very young 的名次 是不是六七年前嗎 很久了很久 我那時候也跟你做過訪問 那想這次又拍過這麼多的作品 這樣的很好的成就回來 你自己覺得再回到紐約 領獎你自己的心情是怎麼樣 當然是很開心 也覺得這幾年也沒有很滿足 就是除了剛剛說到就是 電影得到商業的成功 也得到觀眾的喜愛 也是我們做藝人的最大的目的吧 所以也希望能夠以後再有智慧 再有機會再回來紐約 鄭先生請問你們的計畫往好萊塢 發展 其實一直我都有一些 Hollywood的電影劇本 希望我參與 其實我也推了也滿多的 但是我覺得 既然你要花好幾個月 這裡的生命 在一部電影裡面 因為本身電影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要拍照嘛 那還有幾個月你要做 preparation 做準備功夫 然後拍完之後 你還需要幾個月去調整自己的一個角色的一個 脫離角色的一種階段 一個階段 所以如果我要把這個人生的一個 一段生命的時段放在一部電影 那部電影肯定是我非常喜歡要做的一部電影 那暫時很遺憾還沒有找到一個 一個比較我認為是我值得去參與的角色 然後還有最近蠻多人都問你有關於跳舞啊 你以前Hip Hop Dance 幾乎所有兩天下來所有的影迷都是問這個話題 那你有打算再做這樣的事情嗎 我覺得一個人怎麼可以做那麼多啦 跳舞只是我以前參與過 也把以前年輕的時候的一些 一些做過的一些經歷放在電影裡面 其實有時候一部電影 我們去演一個角色是 跑過程度上是把你自己的一些人生經驗放進去 那跳舞曾經在我年輕的時候也做過一點點嘛 那以後也不要了吧 要小孩去做吧 然後請個字幕再 等一下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你Money King 3D什麼時候會回來宣傳 你昨天有在講會就是那個Money King Money King 大腦天空啊 也不知道那個電影公司的那個 他的那個計畫表 但是肯定的是明年的7月份 我們會做這個全球的 所以還會再回來紐約嗎 也不知道要看看那個電影公司 還要到時候我自己的那個時間的容許 好嗎 謝謝 謝謝